当前任务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超用周边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响响 爆恐事件时常发生 对维和人员造成伤亡 最严重的就是路边炸弹袭击 我们快返中队执行巡逻护卫任务 时刻在危险之中穿梭 配备了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之后 官兵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我们执行任务也更有底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